第20屆書展在回展揭幕 直至下午的4點 入場人次已經超過7萬 跟去年差不多 不少市民趁著書箱減價都到場掃貨 又有書箱推出電子駕科書 張建玉去看過 書展未開始 外面已經逼滿了來排隊的市民 跑到入會場 不少攤位也一樣禁止人 不少書箱推出折扣優惠 有人專程來掃平書 這裏給的折扣是外面書局的折扣 有些書基本上都之前女兒想買的書 亦由書箱看準電子駕科書的市場 希望在書展推廣 針對新高中的中文課 就是出了一個電子書的閱讀平台 有50本電子書 另外針對小學生 我們亦都有一個中文的閱讀平台 其實現在這兩個電子的學習平台 之前在學校亦都推廣過 藉著書展我們主要在閱讀階梯 小學生平台公佈給港大的市民家長 近年亦都有不少的名人藝人出書 不論是小說或是攝影集都大受歡迎 因為可能他們自己有一班勇猛的問題 相對來說年輕人會比較受歡迎 尤其是可能近年台灣的明星 在香港的知名度都會提高很多 所以他們相對年輕人追捧他們的情況會多些 暑假的旅遊旺季 介紹旅遊景點的書籍就特別受歡迎 不過經濟不太好 就算去不整旅行 買本書回去看看都可以再重場計議 書展一年七日在灣仔會展舉行 參展商超過500個是歷年來最多 亞洲電視記者張建業報導 和在書展現場的張建業談談 馬可 除了買書 今屆書展一共舉行大約130場簽名會 不包括年輕無特兒的簽名會 不過這些做法就引起部分人事不滿 是的 雖然主辦單位已經把這些簽名會 和書展分開來舉行 不過書展這裏都有不少 賣這些少女無特兒寫真的攤位 這些攤位整個下午都大排長龍 相對起上來 其他書的攤位就少人得多了 書展一向都是鼓勵良好的閱讀風氣 有關注的組織就批評 年輕無特兒的行物宣傳過了火 又不滿意主辦機構 容許這些年輕的無特兒在此舉行簽名會 會影響活動的舉行 書展在今日和明天就會開放到夜晚的10點 五星和星期六就會延長到12點 我們這裏的報導是這裏 先將時間交給新聞報